我们来看这道题 首先看一下A选项系统调用 看一看系统调用相关的知识的回顾 首先操作系统为我们的用户提供的交互方式 或者说用户接口分为这样两个大类 第一大类叫做命令接口 第二大类叫做程序接口 其中命令接口它允许用户直接使用 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 Windows操作系统的命令解释器 并且尝试使用几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指令 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命令接口 命令接口分为两个种类 第一种叫做联机命令接口 第二种叫托机命令接口 前者的特征是用户说一句系统做一句 后者特征是用户说一堆系统做一堆 所以联机命令接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交互式命令接口 所谓的交互式 其实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特点来得出的一个名字 然后托机命令接口 由于它的这个特点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批处理命令接口 所以这是联机和托机两种命令接口 不同的另外两种别名 然后来看第二个大类程序接口 程序接口它不允许用户直接使用 只允许用户通过程序来间接的使用 它由一组系统调用组成 严格意义上来说 系统调用和程序接口 它属于集合的一个元素和集合的一个关系 但是在很多选择题里 程序接口和系统调用这两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等价的 所以系统调用和程序接口可以认为是相同的概念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小细节 系统调用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别名 叫做广义指令 具体的可以结合王道书回去复习一下 那么讲到这里 其实这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操作系统供给应用程序的接口 应该就是A系统调用 下面继续看BCD三个概念 看中断和元语 所谓的这两个概念 大家在第一个章节中没有接触过 所以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随着后面学习的进行 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也会理解的越加深刻 现在如果理解不了 没有关系 先简单提一句 什么是中断呢 直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现在的鼠标 进行了一个点击操作 就是单击鼠标的操作 但是这个单击鼠标的操作 需要CPU介入来进行处理一下 然而现在CPU可能在干别的事 比如说他在计算一些奇怪的东西 或者在运行一些程序 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CPU 你现在给我停止手头的工作 来处理一下我的鼠标点击的操作呢 这种通知CPU的方式就是我们这儿提到的中断技术 所以中断它一般是直接与硬件相关的 而请同学们记住 一般来说直接与硬件相关的这些操作 直接会影响硬件的这些操作 是不会直接提供给应用程序 或者提供给用户来使用的 所以B中断肯定是不对的 下面来看原语 原语它处于操作系统的最底层 是最接近硬件的部分 所以说很多原语它其实也和硬件直接相关 那么既然如此 根据刚才咱们说的那条原则 它是不太可能直接提供给应用程序使用的 所以原语肯定也不是让应用程序使用的接口 那么原语具有这样的特性 它具有原子性 只能一气呵成 也就是说我的这一系列操作中间不能被间断 在这个题目中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系统调用和酷含数 这两个比较容易让大家混淆的概念 我画了一个这样的图 这个图类似于一个站 越底层的东西就是越基础 上面的东西都需要基于下面的这些模块 提供的一些功能来进行实现 那最底层是一个裸机 在裸机上面装了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就可以向上提供系统调用 也就可以让上面这些东西来进行系统调用 在操作系统之上 人们发明了很多高级的低级的编程语言 像大家熟悉的C、C++、Java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编程语言 它一般会提供一些酷含数 比如说C语言的.h文件 还有Java的一些引入 import的一些包 就是引入的一些包 这些都是所谓的酷含数 然后很多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 在编程语言这一块 它会把它进行再一次的封装 封装成一个酷含数 然后让上面的这些应用程序 通过酷含数的方式 来间接的调用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系统调用的过程 变得更加简单 也方便维护 然后在编程语言之上 我们使用这些C、C++、Java这些 写了很多所谓的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就是使用了 大量的编程语言提供的酷含数 这个酷含数的使用 像C语言里大家肯定都用过什么printf 或者什么scanf这样的一些酷含数 所以说应用程序一般是直接使用酷含数 而不会直接的使用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 如果要使用系统调用的话 一般会通过酷含数来间接的进行 但是有的酷含数它是涉及系统调用的 有的是不涉及的 举两个例子 不涉及系统调用的酷含数 比如说我们取绝对值的含数 这个取绝对值的话 单纯的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计算 这些并不需要涉及到系统资源的调用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涉及系统调用的 而第二个涉及系统调用的酷含数 比如说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创建新文件一定会涉及读写硬盘的一个操作 而直接涉及这种硬件操作的 肯定是被封装在系统调用里 所以这个酷含数的底层肯定也和系统调用相关 所以这是两种情况 有的涉及有的不涉及 所以对于这一题 他问的是操作系统提供给应用程序的接口是什么 操作系统提供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操作系统提供的是系统调用 而酷含数其实并不是由操作系统提供的 它是由编程语言来提供的 所以C答案是不正确的 那么综上这一题的答案是A 好的那么这一题讲解结束 之后 这一题 转发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